我們請小時鐘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要注意哪一些問題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下單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說明 你在講得很理智 對啊 看起來超理性 我覺得因為大家現在 上辦公室最喜歡買零食下午茶 這樣子的團購這樣的美食 所以其實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有效日期 為什麼 因為有些店家他為了 他之所以便宜是因為他為了 趕快出清那種有效日期短的 對 對 那所以你要注意 因為像譬如說有些糕點 類似這樣的東西 可能只能放三天 對 那你沒有把宅配時間算進去 你沒有問清楚 看清楚 等你買回來 你可能兩天就壞了 之前啊就是也是團購餅乾 那它也是就是還有半年的期限 我就看好便宜喔 就趕快點你知道嗎 因為它一包才五塊錢 這麼便宜 然後是大包的喔 對 小孩子 就沒有時間去拿或怎麼樣 對… 又要騎車或是開車 又想說下次再去拿 下次再去 就輪轉 就一拖 就時間到我手上的時候 就已經快到期了 對 對 然後後來我還沒有看到 一個小孩子趕快吃 趕快吃 多吃一點 就好幾包就丟掉啦 大家在看那種 就是它的價格 跟DM單的時候也要注意 大家不要看說 因為它都要衝幾折嗎 三折 五折 對 可是其實有的廠家喔 有的啦 就是它把價錢提高之後 然後再給你打三命 那要不然就是說它賣得很好 那其實你打電話去訂的時候 你訂不到位置 像這個其實你都要先詢問一下 不要說看到那個DM 然後就瘋狂的 所以一如像有一些很多醫美卷啊 或是美容卷 其實在團購上也常常可以看到 那種也要小心對不對 對 那上面的很多的那個細節 都要看清楚 像之前就有發生說 它說打那個什麼玻尿酸 然後還有什麼 它打七折還六折 那種也有團購喔 有啊 有啊 好厲害喔 然後有人就買了 可是它發現打完折去 才發現說它只做你一邊臉 哪有這樣的 那也不是歪得出來怎麼辦 而且做了之後還做不好 做完之後還淤血 對 然後你要求術 那你應該要找這個網購的商家 還是要找這個店家 所以你都要看清楚 那當然找店家啦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它比如說它賣得很便宜 什麼賣什麼999的 什麼資訊券 體驗券 體驗券 然後去 可是去了之後發現說 它會問一下 它會推銷東西 對 除了這樣它會問說 那我要問一下我的醫生 他的名字是什麼 是哪一位醫生 然後他不跟你講 他一直躲 一直躲 原來他不是那種合格的醫師 對 因為他很便宜嘛 他可能就是處理什麼 來幫你做 可是像這種我們在購買的同時 消費者可以在那個說明 就看得到嗎 對 那其實這些都 還是說 我知道 現在打電話去問清楚 打電話問清楚 對 然後 他也不一定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想問有沒有醫師合格執照 應該是可以問 就我這家醫美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醫生 但是當天是不是 那位合格的可以幫我做 但是今天你很忙 是由我來帶做 那就不行啊 你就沒有執照 問題是你在做的時候 你不知道 那我一進去就先問 你有沒有執照 對 沒有執照 像我朋友有一次經驗就是 現在不是很流行 打那種雷射嗎 對 然後有一種是飛縮雷射 他可能一次 大概要六千到一萬都有 整個臉花 那麼貴喔 對 他單次是這樣 可是他就曾經 就是有一個診所 他就辦了那種 一本十張券 然後 只要一萬塊 就等於一次只要一千塊 一千 對 然後我朋友他就很開心 他就買了 結果沒想到去了之後 就發現他那個 一張是一個臉 一個部位的價錢 對 就只能打一個臉頰 那他臉 他整個臉是五個部位 對 他你要打完 整個臉要用到五張 對 然後跟原價差不多 對 其實差不多 然後但是他後來 就仔細看那個券 喔 原來他其實有寫說 那個是一個部位 但是很小 沒有 問題一般的 你不曉得 你的臉到底幾個部位 對 要看清楚商品那個部位 其實是這樣 我之前有買過那種SPA券 因為我覺得 就是像我們這種 很容易覺得自己很累的人 就會很喜歡去買那種SPA券 然後就是很便宜 因為通常一個課程做下來 可能都要三四千塊是合理的嘛 對 然後網購我也是上網找的 那一張只要999 那當然就買啦 對 可是問題來了 我去以後 什麼都要加錢 譬如說你要用什麼精油要加錢 或是如果你要用 反正他就是會想盡辦法 一直要你再多加錢多多要貓 結果做完出來 根本沒有便宜到 但是我覺得最糟的是下一個 就是如果你找的 不是有幸運的團購店家 你剛剛買的SPA券 你的醫美券 都還沒用 它就倒了 對 真的 真的 其實很多 之前新聞就有案例就是 團購餐券 那它其實還沒有吃到 結果那個店家就 那怎麼辦 消費者可以找誰 那如果知道這個的話要找誰 其實這個時候 真的就是要找消費者的那個 消保官 對 要去申訴 然後當然還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可以 大家還是盡量找有幸運的團 這樣子店家來買 第三個就是要了解 口碑價格 因為像大家很愛買那些餐廳的 餐券 餐券 對 團購餐券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就是網路上有那種 四個人888 然後就可以享受 1800塊的泰式料理大餐 有 很多這樣子 但是結果呢 你去到現場就發現 清蒸鱸魚 小一號 然後呢 月亮蝦餅呢 一樣有8片 可是8吋變6吋 結果他們四個人怎麼樣都吃不飽 就會面臨這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你團購上面看的照片 跟實際上 到現場吃的不一樣 可能是妳 妳是初一去吧 初一去的時候月亮比較小 哈哈 等到15區 所以其實當妳對這個優惠價很有興趣的時候 妳先去Google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吃過口碑 那我覺得如果辛苦一點 妳就跑去那個店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對 像之前有人就是買櫻桃 對 然後買三台金 然後它的價錢他覺得很划算 櫻桃之前我也好心動喔 對 大賣場還划算 看那照片超好吃的 可是買回來之後發現實際秤下來 其實只有1.5台金 因為它的包裝是用那凸字型的包裝 就是裡面都是盒子 這不可以這樣子 可是它的外包裝 淨重的確是三台金 可是它櫻桃十重只有1.5台金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要法律漏洞就對了 然後還有像買名牌包也是要小心 像Lidia是很聰明 那有的她說 像價錢太便宜的其實也要注意 對 像那種3萬多塊錢的包 之前有團購廠商說 只要幾千塊就可以讓妳買到3萬多 現省3萬塊 對 團購也很多人買耶 真的喔 對 就後來發現是A貨 對 那事實上呢 這個就是說 排名比較前面的團購廠商 比較不可能做這樣的一個生意 比較大的商家 對 對 對 所以大家注意這個 團購廠家的口碑這樣子 然後也不要貪小便宜 真的太便宜的也不可能啦 對 那個打1.5折的實在太超過了 不行啊 我們就是貪小便宜 只要買團購啊 這樣有違背我們勤儉持家的美德耶 好 所以小琪 我們還有哪些要注意的 最後就是交易資料需要紀錄保留 其實也是以防萬一 因為很多人 團購回來之後那個單子 可能就還是讓老闆拿走了 那妳之後如果有問題 妳就沒有證據 對 所以這樣的單子要留著 欸 我覺得這個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比方說 我就是愛團購嘛 然後啊 我有時候團購過多 就會導致自己都忘記買什麼 對不對 這個時候交易紀錄真的很重要 那妳真的禮拜一 買到禮拜七耶 而且十億住行 娛樂什麼都能買 然後重點就是啊 如果妳有保留那個交易紀錄 有時候妳自己忘記 或是妳覺得寄來商品有疑問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再打開之前訂購的那個信 然後再看一下說她的介紹 然後跟一些就是 退貨啊的方法這樣子 保護自己的權益 所以呢我們要請小琪啊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這些愛團購的媽媽們呢 一些提醒 對 最後就是提醒大家 因為大家都想要靠團購省錢 所以有些時候妳可能不是去網路上找 妳其實是自己覺得自己要好吃 妳想買便宜一點 找一群人揪它一起來買 對 這時候妳要注意 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它沒有網站的文字宣傳 妳要打電話問清楚 這個東西要不要冷凍 如果要冷凍 比如說妳買水餃 萬一冷凍來妳揪了一堆 妳家冰箱放不下 然後水餃就放到壞 因為大家來的時間 跟妳領的時間不一樣嘛 所以這個要問清楚 說到底運送方式是什麼 而且冷凍的運送比較貴 這個錢要怎麼分 那最後就是 妳揪來的咖 什麼時候付錢 像我有朋友 就幫大家傳購最後自己 他要先電了對不對 先電了 然後還拿不到錢 對啊 怎麼有這種朋友啊 這樣傳購就配錢 真的 看清它了 所以大家要小心 是 好 最後我們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目前來講 大環境當然是不景氣 那不景氣的時候 開源是很重要 不過開源比較不容易 所以我想 尤其是每天必須要開銷的 固定的支出 反正你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喝的 一定要用的 那這些東西呢 能夠省一塊 你等於是賺一塊 沒錯 團購真的有它的魅力所在 也真的有很多寶 可以讓我們去挖 不過大家還是要小心購物陷阱 最後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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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